独自打拼的疲惫深夜 有一种声音 守候着你 陌生城市的茫茫人海 有一种温暖 陪伴着你 无法诉说的情缆困扰 我们 为你疗伤之余 每个迷茫无措的夜晚 我们在这里 也为星辰 也为你 我是陈一 我是陈墨 每周四和周日晚 我们在这里等你 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 欢迎点击订阅 生活很苦我们要甜 这里是陈一的心灵诊疗师 嗨 晚上好 我是陈一 现在已经进入盛夏了 可能是因为夏天的缘故 看到不少人说 夏天想要甜甜的恋爱 可以一起吃西瓜 吃第二个半价的冰淇淋 还能约着一起在海边 等待日落 夏天对每个人来说 其实都有独一无二的意义 希望这个夏天 你能找到属于你的夏日限定 好 我们来听听看 今天的听众都有哪些情感困惑 今天的第一位是来自 叫网友小徐的听众留言说 我男朋友比我小九岁 认识一个月 我们就领证了 但是我们处于隐婚状态 我们也都见过双方的家长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没有安全感 今天是领证的第八天 我们前七天里 几乎每天都会闹得不愉快 昨天我们两个吵了一架 我问他为什么娶我 他总说因为爱你 但我怎么都感觉不到他的爱 这样还有必要坚持下去吗 你的这些反常 可以看作是结婚焦虑症 首先你们两个 还有九岁的年龄差 而且认识时间并不长 属于闪婚 可能就是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你还没有完成心理建设 还不能适应这个角色的转换 因此你的焦虑症就会慢慢的出现 也可能是隐婚的状态 让你心里很忐忑 你才想要不断确认 他到底爱不爱你 其实这种焦虑症男女都会有 就像你说你们之间闹不愉快 也是因为两个人现在都还没有找到 适合的婚后相处方式 婚姻是神圣的 既然你们已经选择彼此作为婚姻伴侣 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就应该去思考怎么解决 而不是光想着逃避放弃之类的 不管怎么说 要对你们的关系负责 才是正确的做法 他也说到了 是因为爱你才娶你的 这是一个很正面 让人安心 很让人安心的回答 对于你说感觉不到被爱 我建议你可以和他谈谈心 告诉他你现在很焦虑 也可以把你想要的方式告诉他 比如说 在你生病的时候可以床前照顾 或者下班之后给你带点夜宵回来 这些细节都是爱的表现 有些人是不会表现爱意 也不知道怎么做 才能达到对方心里想要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直接告诉他 你们才刚结婚 两个人需要磨合的地方很多 但你要知道 相爱的人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我们接着来听第二位叫旧时光的听众 在后台跟我们留言说 我爱上了一个异地的女孩子 我很爱她 可是她离过婚 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继续 我也知道真正的爱情 不应该去考虑太多 但是结婚还是会面临很多问题 我不知道父母是不是可以接受 吵架了后 会不会拿这个伤害她 也不知道现在不介意这些的自己 以后有了生活的压力 会不会介意 我该怎么办呢 兄弟 听你说了这么多 我想你自己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如果你真的对她的过去毫不介意 那你就不会这么纠结 当然我并不希望你带着一股冲动和她结婚 你也知道以后会面临很多问题 你自己都没有把握可以包容她的一切 那你们的结合就是一次巨大的冒险 其实在你担心会不会吵架之后 拿这段过去伤害她的时候 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为什么这样说呢 假如你足够爱她 不介意她的婚事 你压根不会有这个念头 有些话说出口是不能挽回的 你开始担心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说明你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全部的她 我希望你可以考虑清楚 你需要做很多的心理建设 如果你想爱她 就要打笑会伤害她的想法 如果你对这段关系信心不足 就不要冲动冒险 你要是跨不过去自己心里那一关 也不用强迫自己接受 接受不了她的婚事 你可以找一个无婚事的姑娘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 你怎么想的一切之后 要怎么做 今天的最后一位是叫小金鱼的听众说 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五六年了 他比我小五岁是小买狗 刚开始决定同居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都有工作 同居半年后他裸辞了 直到现在还一直没上班 这么算下来 他在家里也都蹲了两年了 找工作应该很难 我们的房租一直都是AA的 但自从他不工作之后 房租和水电都是我一个人出了 我们之间从之前的约会旅行 变成了现在的凑房租吃饭 我不知道自己和他在一起 到底图什么 我有时候劝他做简历找工作 甚至还骂过他 他依然不为所动 忧言不尽 我要不要和他分手啊 在我看来你这不是交男朋友 你这是找了个儿子 他比你小 而且现在无业在家 你们的日常开销 都有你一个人负责了 我可以想象到 你要承受的不仅仅是 经济方面的负担 还有心理精神上的压力 他不可能不知道 你在承担着什么 有了这样一个前提 他的做法就很让人失望了 他在失业的这段时间里 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在外面奔波赚钱 自己却能心安理得的 待在家里只顾享受 自己的自由时光 这是一种很自私的想法 而且也不考虑 找工作的事情 可以看出来 他并不关心你们的未来 你自己也说 不知道图他什么 看到现在的情况 我想你也很不好受吧 其实对女孩子而言 其实没钱 两个人一起奋斗 也可以很满足 但是这个人 一定要有上进心 这样一个只顾自己的男友 你又在坚持什么呢 未来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创造的 只靠一个人死成 是走不了多远的 本期问诊就到这里 节目的最后 送给大家一首 余文文的长酒 生活很苦 我们要听的 我是承一 承一的心灵诊疗师 每晚一刻躺伴你入眠 晚安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一个承诺的长久 就化作藏在嘴角的包中 现在汹涌 渲染的是微风 真是过 不过命运需换重 时间流通 是轮回的灯 每天 给我笑 也给我坠落 也给我坠落 因为爱 风去许久 梦碎了 如果能青睐 会不会也 全是好的 好的 回忆不知所重 抬起头仰望着星空 离别 离别就该摸送 越想转身 越想逢 每一刻 沉默的长久 就化作藏在嘴角的包中 现在汹涌 渲染的是微风 正是过 不过命运需换重 时间流通 是轮回的灯 谁了解一切 谁参透一生 爱是守护的牺牲 若从未失去 是否太过沉重 每一刻沉默的长久 就化作那个 深情的回眸 想念跟踪 就闭上眼再痛 热裂过 不过命运未沉重 时光黑洞 此刻叫永恒